烏克蘭境內不論是軍隊或平民死傷 人數都在不斷增加 美國總統普丁下令軍事行動 但是有不少俄國人並不買單 俄國有好幾十個城市 都出現了反戰示威 抗議民眾高喊不要戰爭 讓警方強力執法 現在已經有將近兩千人被逮捕 示威行動開始在全世界遍地開花 倫敦 紐約 巴黎等各大城市 都出現了示威抗議 要求普丁立刻結束這場戰爭 俄軍撫小出擊 全面入侵烏克蘭 當天在莫斯科就出現反戰示威 莫斯科警方毫不手軟 連拖帶拉 強行逮捕示威民眾 俄國第二大城聖彼得堡 不少民眾快步奔逃 警察強力驅散 走避不及的民眾被帶到警局 俄國西部城市凱撒林堡 也有反戰示威 社群媒體推波助瀾 示威抗議的浪潮 在俄國幾十座城市爆開 已有上千人被逮捕 紐約街頭出現巨伏烏克蘭國旗 大家用行動聲援烏克蘭 巴黎街頭有民眾舉折不要戰爭的牌子 共和國廣場聚集大批民眾 從黃昏到夜晚久久不散 德國柏林的布蘭登堡門前 也出現巨伏的烏克蘭國旗 示威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大家一起聲援烏克蘭人民 並大聲向普廷說 現在就結束戰爭 劉雄媒便宜